干眼症是一个常见的眼睛疾病 在2017年有一项研究指出 高达27.5%的人患有干眼症 干眼症的症状包括眼睛红、夹、闹着、不舒服 或视力短暂、模糊 干眼症的原因包括与年龄相关 配戴隐形眼镜、长期接触电脑或电子产品 连班线功能阻碍症 一些环境上的因素 例如天气、干燥、大风 一些内科的疾病 例如Sorin syndrome、糖尿病、甲状腺的问题 或是一些内科的药物 例如可耳蒙补充剂、抗抑屈藥 和一些医治暗瘡的药物 连班线功能障碍症和干眼症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连班线是眼睛的上眼黏和下眼黏 它的功能是分泌淚水的油层 油层的功能就是减少淚水的蒸发 所以在连班线功能阻碍症 因涤水的油层产生变化和减少 患者会有干眼症和眼黏发炎的问题 眼科医生会因应干眼症和连班线功能阻塞症 而作出适合治疗 治疗的方法包括在生活上的改变 在生活上的改变可以做一些眼黏清洁和热敷 和滴一些人造泪水 在饮食上的改变可以吃多些含有Omega-3的食物 包括三文鱼 在某一些病 雷孔阻塞和优化脈充光 亦都可以帮助改善干眼症 优化脈充光是美国FDA认可的治疗方法 是2017年和2019年有研究指出 优化脈充光是有效地帮助干眼症